同学们好 那这一节呢和大家再来分享一个和页面设置有关的内容 在页媒当中添加公司的logo 那么我们在一些文件或者呢是在公司的宣传手册啊 培训手册啊等等 那么在这上面呢来添加上公司的logo作为页媒 那么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宣传作用 并且呢让我们的这些文件啊看起来会比较正规 那么在哪里添加这个公司的logo呢 我们切换到页面布局选项卡下 那么在这呢单击这个页面设置右下角的一个对话框启动器按钮 打开页面设置的一个对话框 那在这里面呢我们的界面就比较熟悉了 能够设置一些纸张的方向啊大小啊编具啊等等 那么我们要设置的在哪里呢在这儿 页媒页角 然后啊单击这个自定义页媒 那么你看这里面呢它包含了很多的内容 包括这个插入页码插入页数 插入日期时间文件的路径文件名称数据表的名称 那么最右侧这个呢就是插入图片 当我们插入图片之后呢 还可以通过这个按钮来简单的设置一下图片的格式 那么下边这个呢 左中右 它就说我们对应要插入的这个对象啊 在这个页面它的相对位置 那么我们在中这里点击一下 这个光标就变成一个活动的了 然后啊点击这个插入图片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来选择一下 这个logo图片选中它之后单击插入 你看现在呢它出现了这样一个代码 at图片 那么我们还可以根据需要啊 在这里面呢插入其他一些页媒元素 但是呢你这个元素不要过多 如果过多的话呢 我们这个文件就会非常的乱了 然后单击确定 再来确定 那么现在好像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表格当中啊 并没有什么变化 那么来阅览一下看看呢 那么你看现在 它就上面有了这个 一个自定义的页媒了 我们可以再来设置一下 它的打印方向啊等等 那么这些呢 咱们就不再细细的展开讲解了 那么有同学说了 这个的话 我如果要清除掉这个logo 不想要了那怎么办 咱们呢可以原路返回 再打开这个页面设置的对话框 然后啊在这里 自定一页媒 然后我们把这段代码呢选中之后 清除掉 确定 那么现在再来预览 这个logo呢 它就没有了 那么好 对着呢 咱们一起学习了 在页媒当中 添加公司logo的方法 谢谢同学们观看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